几几年属什么的小孩子 感恩大慈大悲 感恩大慈大悲 救国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太长师父 我的女儿是 现在是五岁 一一年的 属兔子的 请师父给看一下 有个灵性在身上 哎呦这个不行啊脑子不行啊 对他已经五岁了 不会讲话 但是不是不会讲话 会叫 发声音都会 只是不会讲话 就是不会说他也着急 打自己 我看一个什么动物在他身上了 你等等啊 对 我看他一个什么动物啊 几几年属什么 一一年属兔子 嗯 他很麻烦 嗯 这个小孩子啊 生出来之前啊 已经有灵性进去了 就是在你肚子里的时候 对 已经有个鬼进去了 你说的太对了 所以他生产的时候 非常不正常 非常不正常 他生的时候只有四百四十五个 差点让你断命 对 对 说的太对了 他生的时候 应该就有一个在里边了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 地府里逃出来的小鬼 应该这个孩子 你是很长时间 没有生不出孩子 或者你想要 对 求来的 他是我求来的 他是一对 看见了吗 大家看见台场厉害了吧 而且这个孩子 我本身就不想要 一看是一对我才要 在梦里头 有一个孩子告诉我说 那个让我等 有一个老头让我等 一个老头让我生这个孩子 我告诉你 这个老头就是你的缘结 把这个孩子送出来 把你的钱全部要用光 嗯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老头现在经常在他身上 而且这个老头现在这个灵性 在控制着他 而且让他听不清楚 说不出话 对 他的耳朵听不清 看见了吧 就引进耳朵 我告诉你 让他就是说完全被这个老头控制住 这个老头跟你上辈子有恋人关系 这个老头小的时候也经常来我家找我 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然后 这个 不是很喜欢你呀 这个老头 他我睡 我八九岁的时候经常在梦里梦见 他煮一个拐棍来 这就是上辈子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啊 听得懂吧 嗯 这辈子你们所以擦肩而过 他死了还要抱你呀 他经常会到你梦里来 他会来压生的 对 对 就是这个 我会让他 看见了吗 然后我一直念大悲咒 我每次念大悲咒 他都会来 你念大悲咒 他不敢来 但是你不念 他就来 对 你靠这个不行的 你要完全把他操肚走 你把他操肚不走 他就在你身上 鬼压身 那师父在梦里 我手术的时候 师父来告诉我 让我念两千张小房子 师父来过了 看见了不啦 师父说 台长的法身去 看过他了 师父说 师父我在手术中 一点都没疼 我现在一个星期 减守的时候 师父来了说 你那个 我怎么救你啊 你就是一摊泥 然后师父跟那个灵性讲了说 那个给你一张小房子吧 他的孩子 他念不过来 然后那个灵性 像个动物似的 说不行 必须要两千张 如果不给两千张的话 就会转到别的地方 还要了一天条鱼 但是孩子 我不知道应该多少张 七百张 那我念七百张 还有孩子需要多少张鱼 放多少张鱼啊 太紧张了 多少条鱼 台长说的太对了 我紧张 先放四千条吧 行 好吧 好 先放四千条鱼 你好好的当心啊 你的妇科也不好 对 一点都不好 你根本 这个生理期根本不正常的 不正常 而且你还会大出血 生他的时候 他就要弄你了 我生他的时候 常常晕倒 我告诉你 你自己真的要当心的 这个老先生 你赶快给他念掉 不念掉的话 他会把它慢慢弄死之后 第二个就来弄你的 你一定要把它念掉 七百张 我念七百张 好吧 而且你要许愿吃素了 我已经吃了很久素了 嗯 老实一点啦 嗯 在灵性没有走掉之前 不要搞什么男女之事 对 我已经 听得懂吗 已经 否则的话 你任何搞的话 他会吃醋 嫉妒 对 他很快就会把你带走 嗯 我知道 你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 他会在梦中跟你讲这些事情的 嗯 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 经常 鬼都会嫉妒的 嗯 我告诉你很多人 老老公一走 老婆想嫁人 结果老公到梦里来说 你要是在三年当中赶嫁人 我肯定把你带走 嗯 就这么厉害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啊 感情太好也是麻烦啊 感情不好也是麻烦啊 听得懂吗 对 我许愿了 师父来之前 我什么都不做 我就等师父来 等我来干嘛 等你来给我们看图堂 救我们 你看看看 这个小丫头 你看见吗 对 她就喜欢弄你 听得懂了吗 对 这个老头在身上就这样 还有 你现在知道了吧 还有 我告诉你 不要去欠人家的情啊 上辈子欠了情 没还完 这辈子继续还 所以我叫你们女孩子 一定要自己胜重的 师父 我还想问一个 就是 我想问一个 1982年的师兄 他属狗 属什么 属狗 1982年的师兄 想问什么 他的婚姻 什么 婚姻 婚姻 婚姻差不多了 不太好啊 一点都不好 他们打 要吵架 吵到那一塌糊涂了 对 打的呀 打 嗯 嗯 是不是说的太对了 还有 我有三个孩子 一个六个月 一个几个月 还有一个五个月 我看看他们怎么样 他们都死了 你打胎的孩子是吧 不是 他们不是我打胎 是我没保住的孩子 什么 就是我住了半年的医院 从他进入我肚子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医院 生下来的时候 挺正常 然后就死了 你生过三个 我生过六个 死了三个 还剩三个 我想问问那四个 你当妈会生的 死了三个 还有三个 你已经超度到两个了 对 我一直在念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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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念掉吧 这个孩子蛮大了 那我知道了 他那个是第二个 四十九章 好 我念四十九章 好 这个灵性经常在你们家里 那个老头啊 嗯 你要当心了 我们家还有一个 穿着白衣服的 灵性经常飞 穿着一条婚纱 啊 看见了 嗯 你们家有没有一个人 过世的时候 是不应该死的 像突然之间车祸了 或者 我们家有一个 不是车祸 是吃药死的 药死的 不当心药死的 对 就是这个人 在你们家里 哎呀 哎 现在穿着白衣服 在你们家里 主要是在 左上角 对 到右下角 飘来飘去 对 厨房那一流 对了 对吧 师父说的太对了 那你们看见 师父厉害了吧 厉害厉害 啊 还有我们家 就是门口 每次念经的时候 都会有弹香味 你们家是地府啊 嗯 不是地府 那么鬼都跑到你们家来了 这回不是鬼了 是菩萨 还是护法神 因为他经常到我耳朵边 你家里门口不是菩萨 是什么 是一个神 是一个神 他天天都帮我 他就总是在 神就那个耳朵边 我如果 跟你讲话 对 是一个地府的神 过去你们家里 大概拜过的 我不知道 但是他不是菩萨 要跟他们都要打交道 要特别当心 因为他一旦跟你好上了 他也 一直跟着你的 听得懂吗 嗯 我一个小外甥女儿 经常能看见他 告诉我 他在我家 你现在这个孩子都看得见 就是刚才你讲的 那个穿白的衣服啊 他也看得见的 那我这个女儿 什么时候能说话呀 你把她七百章念好 就好了 嗯 好了 多放点声 多续点愿 嗯 念念经 死不了就好了 嗯 死不了就好了 一点点来 你好好受吧 谁叫你欠人家感情的 对 我知道 嗯 他这是老伯伯 你知道他上辈子是谁吗 跟你是情侣关系呀 对 你把人家甩了 嗯 那我错了 我应该好好还 谢谢师父 哎 好好努力吧 好了 谢谢师父